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虚云老和尚 1897年呢 法师为报母恩 在宁波的阿玉王寺 严子供佛 后来呢 往北上的时候 当时义和团呢 在山东各县 已经有了乱象 当时是袁世凯 在那个山东坐镇 有一天呢 他途中遇到了一个士兵 就拿枪比着他 说你怕死吗 怕死说 生死随你 士兵一看他 高人啊 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 就说好吧 你去吧 法师呢 就先去了舞台 后来在北京的大宗寺 看那个姚广笑 住了那个八万七千斤重的大同宗 所以才叫大宗寺 北京当时呢 义和团滋乱 然后王公大臣们 就非常礼敬 徐云法师 就请他 跟着西太后 光绪帝一起 随驾 西逃 到了西安 到那之后 还在沃龙寺 办了这个西斋法会 但是 徐云法师呢 不胜 烦笑 就躲了 到了附近的中南山 狮子岩 解鹏独秀 后来呢 他在那儿 镜中录定 半个多月 当时锅里 煮的是那个洋芋 等他开定的时候 砸那个煤 就煤菌 已经一寸多高 好多人 听着这事 都来观看 从那天起 这个徐云法师 才改发号 叫字号徐云 其实以前 他都叫德青 字 幻游 出关以后 徐云老和尚 向西南修行 他想起 基督山那事 就把子村庙 改成了 十方的丛林 他呢 资深去 建那个军阀 李根源 说你们军人呢 不能再 足征毁事 说这个可不行 最后 一礼则子 这个李将军呢 被他折服了 皈依了佛们 说发心 顶礼相助佛教 所以呢 李根源 那支部队 是当时民国 非常著名的佛军 明年我们会讲 这个李根源的故事 徐云老和尚 后来又去了上海 跟佛教会的一些代表会合 进京请愿 当时住在贤良寺 还给那个肅亲王 家里的大附近 说法 当时一起 到西安的那些老朋友 也是王公大臣 都来看他 最后大家一起琢磨 给皇帝呢 上了一个奏章 就这么着 广绪皇帝呢 就下了一条御令 通知全国的地方官 不准乐捐四财 这场呢 风波就算告一段落了 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1912年 徐云老和尚代表佛教界 到南京 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参加了筹主中华佛教总会 并出席了成立大会 后来呢 云南的都督唐继尧 把他迎到了昆明 住在了袁通寺 当时欧阳敬吴 跟弟子吕秋毅 也在那 干啥呢 筹集那个资纳内学院的经费 嘿 他还给老和尚 开讲了奢大成论 这些大德们呢 都是在思想上 都非常谦虚学习 老和尚呢 在昆明 重建云西寺 同时 还主持和参与了 兴服寺 杰竹寺 圣阴寺 松阴寺 太华寺 普贤寺 等等的修复 一待四多年 哎呀 所以前一段 我去那参拜 我就跟朋友说 我说你们云南人民 有福气啊 随后的数年 徐云老和尚 仍然是全新的 护辞祖庭 怎么说呢 就是新规矩 苏四峰 班规约 创学院 他开始呢 是出任 福州 古山永泉市方丈 随后呢 大力复兴 潮西的这个南华寺 那里是六祖 惠能的道场 千年以来 一直存有 六祖的真身 但是当时 真是荒芜不堪呢 老和尚又用了 整整十年 后来到了 1938年 广州沦陷 各地的僧人 纷纷来头 装不下了 他又重修了 邵州的曲江大建市 岳华寺 把他列为南华下院 就是这么来的 1942年冬天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离请虚老 请他来重庆主持 护国喜灾大悲法会 老和尚呢 他就穿了 平常戴古丁那个 破长衫 也不带行李 也不带侍者 提了一个小小的包裹 在走出山门的时候 他跟弟子们说 我此次筹答林主席的美意 有个斩三腰的心愿 能否如愿 就看佛教的气云 就是二战那个 轴心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到了之后呢 虚人老和尚提出了 祈福消宅五个条件 一大赦天下 二镇纪难民 三进途放生 四减轻赋税 五保护寺院 免去生人的劳役 都答应了 后来举办地点 就在重庆南岸 狮子山的慈云市 当时呢 设有险教和密教两坛 上午呢 是险谈 许人老和尚主持 下午呢 是密谈 啊 由这个 贡嘎 忽图克图上司 所主持 哎呀 当时场面 人山人海 盛况空前 可以这么说吧 这次法会 其实是载入中国史的 从此呢 中国国印大转 压住了日本宗教界的 著作为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在二战时 日本呢 有些宗教领袖 告诉日本 啊 将士 说你们呢 杀这些中国人 叫支那人 是为了超度 啊 是他们有罪 杀他们 是为了他们啊 以后 能投生的更好 所以呢 那些日本兵 下手极狠 啊 害他们以为 做好事 很邪恶 所以 虚云老和尚啊 和这个 密教大师 这次的活动 从精神层面 从灵魂层面 就彻底 把他们压住了 日本就没气 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九四四年 一百零五岁的 虚云老和尚 在广东 绥靖主任 李基申 啊 主席 李汉浑的 亲自李送下 离开南华市 到了云门 住西 开始了 碧露蓝旅的 重建祖庭生涯 呃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当时的殿堂啊 雨辽 完成了十字八九 圣像八十多尊 也基本涉作啊 宣告竣工 结果呢 到了一九五一年 发生了啊 震惊全国的 云门事变 是有一天呢 当地的干部和民兵 一百多人 包围了云门事 将一百多个僧侣 分别求于 禅堂和法堂 大肆 搜索 一无所获 就开始殴打僧众 打得 虚云老和尚 五翘流血 肋骨断折 怎么打 都没打死 哈 也不知 照了什么 事情后来越闹越大 一直到北京方面 发电报 告诉地方政府 要延长 才结束了 这个云门之危 嗯 1952年 中央政府在北京 发起成立 中国佛教协会 把虚云老和尚 一字推选为首席的 发起人 虚老呢 在进北京之前 自己写了一连 记述 自己的一生 坐越五帝四朝 不绝 沧桑几度 受尽 九魔十难 了之 四事无常 唉 到了北京 老和尚呢 就帮着 佛教协会 建立起来 被推选为 名誉会长 不久 他资深去了江西 重建 维养中的主庭 江西云居山 他冒雨登山 没地住 就住进了 牛棚 因为云居山 曾卢氏呢 在1939年 3月19日 遭到日本军的炮火 全给烘没了 所以他去的时候 只剩了三间 破旧的大辽 只剩下了四个僧人 不过一听说 徐云老和尚来了 四方的纳子 禅盒子 五十多人 闻讯而至 老和尚呢 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成立了 真路禅室的 生切农场 分为农林 和建筑 两个生产队 要求 知己知足 到了1956年底 才是有了一百二十多人 开墾皇帝两百多亩 旱帝还有一百多亩 哪年收水稻十万斤 砸粮十万斤 渐渐的就兴旺起来了 老和尚呢 身高两米多 双手下垂过西 双目 炯炯有神 晚上在门邮灯下 看报纸 都不戴眼镜 三十六颗牙齿 一个没掉 整整齐齐 他在禅堂开寺的时候 经常把那个暴钟 都震得嗡嗡作响 而且虚云老和尚 不用牙刷 牙膏 只用温水漱口 漱完口之后 他很怪 就吐在了毛巾上 然后洗双眼 再洗整个面部 洗完脸之后呢 到说前礼拜 然后回到床上打坐 他呢 威仪 其实出家人 非常讲究威仪啊 行如风 立如松 坐如中 卧如宫 虚云老和尚 站着的时候 双手下垂 走路的时候 腰杆彼直 静靠衣领 好多人说他是 道高龙虎静 得众鬼身亲 徐老自己也常说 身子隐物邪 这句话含义非常深 有一回弟子问 说听说正了道的人 就是圣人 真是那样吗 老和尚说 是啊 那是不是正道 出果罗汉的人 也入圣呢 老和尚说 出果虚脱还 那也很不简单 不但定中没有妄想 就是平常的 行住坐卧 也不大妄想 而且六根 不染六尘 六尘也不能打扰他 这就是所谓的圣流啊 到了1958年 老和尚念叨 我要走了 身边的弟子都很难过 说老人家 您这挺好的 怎么现在就要走了呢 老和尚说 你们不知道啊 以后还有十年的罪 好难受 从那以后呢 徐老和尚就经常生小病 也开始把事情 足以地交代给身边的人 把他所有的东西 都分给了大众 1959年9月10日 下午 徐老和尚向大众 做了最后的开示和遗嘱 他说 我的遗言只有 勤修戒定慧 洗灭贪嗔痴 过了一会儿 又说 要以正念正心 培养出大无畏精神 度人度寺啊 1959年10月13日 徐云老和尚 四季 四寿 一百二十岁 生辣 一百零一年 土匹之后 就是 世俗人 说的那个火化 当然不一样 它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 得到了五色舍利子 数百利 徐云老和尚 倡导的 一日不坐 一日不食 是禅中丛林的农禅理念 源自于唐代 当时呢 马祖道一禅时 坐下有三大寺 分别为 西唐智障 南泉浦院 和百丈禅时 百丈禅时 在江西奉心的百丈山 立残院定清规 就是发明了 那个著名的 丛林药折 二十条 2007年 我和八间房的兄弟 当时创建 中继传媒公司 要求 每个人 都必须把这背诵下来 我经常随机的点名 给大家背 还请一位大家 胡老先生 书写了条符 挂在那个墙壁上 当时 其实我也是 鹦鹉学舌吧 是师父告诉我的 我说 以后生活中 遇见任何事情 只要来对照这二十条 无不可以迎刃而尽 好 我们今天就用二十条 来结束 我们今天的 故事 并表达对虚云老和尚的礼敬 丛林 以无事为兴圣 修行 以念佛为稳当 精进 以慈戒为第一 疾病 以减食为汤药 烦恼 以人鲁为菩提 是非 以不便为解脱 留重 以老成为真情 直视 以尽心为有功 语言 以减少为知皆 掌幼 以持核为尽德 学习 以勤习为入门 因果 以明白为无过 老死 以无常为景彻 佛寺 以经言为窃食 代客 以自成为供养 三门 以奇旧为庄严 凡事 以玉利 为不劳 处事 以千功 为有理 欲显 以不乱为定力 集物 以慈悲 为根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